我演的角色叫阿霞 他是一個很簡單的 他想了很多方法全部試了一輪 他只是想要讓自己有錢 然後讓自己變得是 好像好像蘇家之光這樣 回頭很高 所以你會覺得他做一些刀子 都覺得很不實在 但是他只想要讓女兒子過好日子 和媽媽過好日子 其實他的心態是很單純的 趁著媽媽弄一首 他帶我處理 你多錢喔 這個故事是在講說 媽媽拿到了一筆保險金 小孩子就想說 回到家裡跟媽媽要錢 我的錢都死過刀子了 我手頭沒現金啊 那就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也帶到了就是 小孩子跟媽媽的關係 然後也看到了婆媳之間的關係 也看到每一個角色 在這部戲裡面 從一開始只是想要要錢到 後來好像 感覺好像董事的成長 但是事件很多 這些事件你就會好像覺得 欸?這好像是隔壁 也歡迎這個角色 他不是老定的嗎 也歡迎這個角色 是這種感覺